9月3日,机能性饮品是蓝海市场吗? 昨天股关有141则重大讯息,重大事项说明如下 1294汉田生计初次上规现金增资暂定每股118元溢价发行 1294汉田生计9月2日公布了上规增资承销价 你以每股118元溢价发行 公开申购期间为9月13日至9月18日 究竟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汉田生计公司名称虽然有生计两个字 但公司挂牌产业是食品工业而非一期开投之生计医疗业 主要经营业务是机能性饮品 从近5年营收获利资料来看 可说营运扶摇直上表现亮眼 EPS于2023年来到7.66元 这或许是上规承销价能够如此漂亮的原因 公司没什么业外收入及支出 相当专注本业 2024上半年度毛利率41% 营益率27% 获利能力没话可说 与1707葡萄王生计比较起来 汉田毛利率虽大幅输给葡萄王 但汉田不向葡萄王需把金版营收拿来推销 至最终汉田营益率反而大幅赢过葡萄王 这是汉田的竞争优势 目前汉田由大老板李宇林 杨美娟夫妻主导经营 两人持股合计超过三成 为一家族企业 4804大略KY会计对继续经营有疑虑 但却爆出经营权之争 4804大略KY于2024年9月2日公告 无法如期缴交 2024年第二季财报 原因超下竟使经营团队无法交接 事实上观察近期大略KY公告可发现 8月26日股东临时会后 大略KY已由华龙国际入主经营 前董事长陈鸿章及其会计主管 未办理交接 只财报难产 不过 因累计亏损达实收资本额二分之一 2022Q4后 会计师持续出具对大略KY 能否继续经营 有疑律之 查核合约报告 72024Q1大略KY累计亏损 已达实收资本额80% 看到这里 不禁要问值得抢下大略KY经营权吗 在旗下两家酒店结束营运后 大略KY营收已所剩无几 也许新经营曾看中的是壳 或者是固定资产的价值 不过 对投资人来说 大略股票被停止买卖 毫无疑问 大略KY是个高风险公司 最后 提醒今日光宝科 2324人宝 2379瑞誉 等30家公司将召开法书会 可密切注意观察 每天早上开盘前一小时 我们一起解读 昨日发生的重大讯息 我们明天见